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博连出色收藏界 面对专业动物的挑战 谁能笑到最后 一锤定音 我就是那锤啊 国宝精粹锦汉满闪亮登场 面对工艺 土坚 黄坚三个对比环节 到底哪种价值更高 详细的专家解答 激烈的知识碰撞 万人大奖花落水家 一锤定音 等你来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有一位新朋友要为大家介绍坐镇现场为我们最终获胜地方制作奖品的艺术家 是来自天津倪人章的张宇先生 欢迎张先生 这个倪人章那是太有名了 特别有名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近代天津是南北交融雅素共处之地 这里也是中西文化激烈胖壮的前哨 原本是市井玩物的传统泥塑技艺 在吸收了西方写实主义雕塑的技法后 演变而成了活灵活现的彩塑艺术 天津老子号倪人章就是这一彩塑艺术的代表 创始人张明山的作品影响不仅限于市井 物工博物院也有收藏 张宇 倪人章第六代传人 自幼进入倪人章世家老作坊 历经数十载的历练与学习 总上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 今天张宇带着她的作品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 她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好 谢谢 谢谢 欢迎张先生 张先生今天为我们最后获胜的这一方准备的奖品是什么呢 这件奖品的名称叫寿星 寿星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民俗题材 那这件作品目前在市场上的售价大概是多少呢 在两万多一点 两万多一点 今天哪一队获胜就会获得它 好 谢谢你 本栏目现场发送奖品 由真品质金叶珠宝和商务手表领先品牌雷诺表也提供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方 对阵两方 首先我们欢迎由著名演员柏林老师带队的明星代表队 欢迎你 柏林老师 平时也搞些收藏的 说实话真热败好 但是我今天仔细看来看这个栏目 我感觉我来还是对的 为什么呢 一锤定音 我就是那锤啊 棒去的 太真虚了 这个不算是著名的老艺术家 连谦虚都这么高调 柏林老师身后呢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一锤定音的各位资深多宝人 欢迎各位 我们欢迎今天的另一方挑战者来自北京服装学院代表队 欢迎各位 今天为什么是北京服装学院的朋友们来呢 因为今天我们有一半以上的宝物跟他们有关系 说不定你们没人家总得多 两队竞赛规则 每场七轮竞赛得分多的队胜出 两队交替拥有优先选择权 第一轮由明星队先选 选对的队得一分 选错的对方队得一分 明星队选队 钻石队队长本场进言并更换队长 钻石队选队可以选择明星身后五人中任意一人进言 好了 各位 今天我们又能长知识了 尤其是今天有来自服装界的朋友 我们拿上来的两件古董头饰 两件分别是青代点翠凤冠 另一件是青代点翠头簪 都是点翠 伯丽老师您知道什么叫点翠吗 好像知道一点 就是翠鸟的那个羽毛 把他粘贴上面 是这意思 翠鸟的羽毛粘在上面 说的对吗 我这棒嘴真是不懂 没事 您后边有懂的 我们后边专门 张云海先生 你跟柏林老师有不同的意见吗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不懂 其实我也不懂 但是一般人都说 因为是点翠 就是以为是点鸳鸯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点鸟不是鸳鸯 柏林老师他说的是这个意思 我估计可能也就是这个意思 柏林老师 您可能第一回见到张云海 您听出他这个话的逻辑了吗 给我面子 他对我基本说的是这个 好 那么这道题目是这样 请问刚才这两件点翠 饰品中 哪一件属于点翠中的 软翠 我们请服装学院的各位老师 给点意见 邓科 邓老师 是北京服装学院造型艺术系的老师 我猜可能是那个凤罐 那个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上面的那个羽毛相对比较小 您知道 您知道什么是软翠吗 我猜是不是那个羽毛 是不是 我倒不知道 我猜是不是那羽毛小点的 就跟那个羽绒服一样 是吧 那个鸭毛它大 鸭绒它小 小的那个软 是吧 这是他的意见 还有其他的意见吗 我是这么看 软翠 我觉得肯定是这一件头饰 簪子 为什么 这一件呢 在金属上我感觉像是 紫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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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紫铜的铜含量比较高 那么现在我们来说至少85% 你是教化学的是吧 我是搞雕塑的 所以说呢 我感觉这东西甚至都可以叠起来放兜里 所以它是软 是软 它软 我是这么来看 老师说的太有道理了 你看特别第二位老师 马老师 马老师他是从脆以外的材料来分析 是吧 还有道理呢 这个服装设计院是吧 服装学院 服装学院 你看队长 给我们推荐是 这个 这个是软翠 那位兄弟说 那个是软翠 对 这两种意见等于没说呀 我不知道怎么参考 我一般 以为女人心都很善良很软 告诉我们是软翠 我就信这个女的了 但是你这么一说 我又糊涂了 但从表面上看 这个比较软 像软翠 那个比较硬 叫硬翠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头三 头三 您刚才说它是嫁妆 我想着嫁妆 普通人家也不可能用凤冠吧 然后我觉得头三比较像是可以送出去的 它是从实用角度来理解的 所以您可以多问一下李小姐 李小姐为什么她她是咨询公司的 对吧 所以您可以经常咨询她 她是一位咨询顾问 好 接下来请柏林老师做出判断 您认为哪一件是软翠 她在点兵点将呢 点到哪 没有 你知道我 我想起小时候玩的 叮叮当当 海螺烧香 说你是你 不是你 就是你 怎么着 这是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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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各位 柏林老师认为 柏林老师对艺术的态度啊 就能看出来 非常的严谨 柏林老师通过综合场上所有的垃圾巴刀的信息 我确定 这件发簪 是所谓的软翠 如果您答对了 对方的邓队长 从这开始到今天节目结束 不让说话了 好 接下来 本栏目专家仰道 接下来 把正确答案写在了卡片上 根据本栏目专家杨宝洁先生判断 两件点萃饰品中属于软萃的那一件 她是奉官 这是软翠 这是软翠 我们得弄明白怎么回事 我们得弄明白怎么回事 杨老师 什么叫软翠 这首先是翠 翠是怎么来的 是按翠鸟身上的毛 翠鸟身上的毛 翠鸟身上的毛 它分每个部位不一样 所谓的硬翠 就是翅膀 就是那个比较长的翅膀 软翠就是比较小的 维园那类的东西 所以不一样 就是我刚才说 鸭毛跟鸭绒 是这意思的 性质差不离 所以这个位置不一样 所以它那个 愣开效果就不一样 这怎么看出来的呢 这个毛比较软 它比较在什么 那个毛 你看那个毛比较规长 比较平 比较平 一列一列的 对 特别明显的 它实际上呢 我们看它就是说 首先这个羽毛 就是大片的 成片的 基本上都硬翠了 另外呢 这个凡是比较 这个精细的东西 因为它这里面 东西都非常小 那么如果是说 用硬翠来贴的话呢 往往就显得太粗 我们看这件东西 它非常 这个粪冠 非常的精巧 都是一些很小范围的 一小块一小块的 从这个贴的方面 我们可以看出的 基本上像这样的硬翠 都贴不了 只能贴软翠 所以我们看 只要是比较精细的 基本上都应该用软翠 明白了 这一看这是小活 不可能用硬翠 是吧 好 谢谢各位老师 长知识 当然我们今天了解 硬翠 软翠呢 可能在我们收藏 这类藏品的时候 会有一定的用处 本栏目在这里 特此提醒各位 翠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现在严禁捕杀 更不能用它的毛来做视频 好了 接下来 形成你们的权利 你们得一分 可以指定对方 任何一个人闭嘴 从现在开始 到节目结束 不让说话了 谁闭嘴 我想这个人应该是 叫张云海 为什么呢 因为张云海比较浓缩 你还带这样的 是我们这个队伍的干将 您引导队吗 但是他一看 其实我感觉 这个很像软翠 事后诸葛亮 你这个多软和啊 你说那个 跟那个铁片子似的 其实 但是我感觉 他们都很厉害 因为我头一次 参加这样的节目 算了 错去错吧 你说让谁闭嘴 让谁闭嘴 我闭嘴行吗 那也不是 不行 好吧 留住我这个棒嘴 你要选一位女士是吧 穿蓝色衣服的 蓝色衣服的 咨询公司的 李时荣 小姐 李顾问 今天你完成了你的使命 谢谢你 下面由我们的马老师 来接替队长 就你逃离这个战场 好 来 马老师 你跟他换一下吧 好了 刚才大家了解了一个小知识 应该说这个知识比较冷门 不过接下来这个呢 就是要看眼力了 我们到第二轮 考眼力 中国服 金利服 本栏目是由金利服珠宝 独家赞助播出 这一轮的题目呢 非常有意思 离大家要近了一点 先看一个短片 点脆头时中 一般是由金片或银片 打造成不同图案的事物托底 留金后 将修剪细致的翠鱼 按阴阳色泽及颜色深浅 分层次排列好 用极精巧的手工 将纤细的绒毛 粘贴在底托的图案上 经最后完善清理 便制作成一件件 明艳照人的点脆手势 其色则百年不变 而其中有一种 是用民国时期 比较常见的蓝色进口 粗纹纸做摊 这种点脆饰品 基本都是细装 抬替一般轻薄 经过巧手装饰 与同胎点脆饰品区别不大 极可乱真 好 这又是一个新的领域 这跟我们舞台上有关系了 这个两个里边 一个是纸胎的 是唱戏用的 一个是银胎的 张老师你认为 哪个是银胎 哪个是纸胎 我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上面这个 肯定是银胎的 金光闪闪 银光闪耀 到底金光银光 金银闪耀 它造了像金的一样子 下面一看的话 它不用说 它一看就是纸的 来我们队员继续往钩里 给他们带带 我发表一下观点 挺身而出第二位女士 我想前边先说点话 回头不小心被他们毙了 连号都没有说了 您说吧 我的观点我觉得是上边那两对是纸胎的 因为刚才您说就是说纸胎是用于戏曲舞台上的 对它那个颜色和搭配上我觉得就是更适合做纸胎用 就是差戏用的 好了 马老师 请你做出选择 我的选择是 上面就是 左边这件是纸胎的 这一对 对这一对是纸胎的 这个是银胎的 这一件是银胎的 好 那么 今天马老师代表北京风生学员队第二道题 他选择的答案是这一对 是吧 这一对是纸的 这一对是银胎 接下来我们请王静芝先生把正确答案写在卡片上 好的 根据本栏目专家王静芝先生判断 两件之中 判断为 纸胎的那一件 是 红色胎子上这一件 恭喜马老师 另一件是 银胎 那么刚才 马先生的分析 是不是都对呢 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细致讲解 王老师请 1933年的时候 广东最后一家 做这个点缀的厂关门 那么从1933年以后 所有的都是带用品 就是用这个烧篮来带用了 那么现在这件东西呢 应该是在关门之前 这个银子呢 上面有很多 看起来像连珠纹似的 实际上这是 编丝 编出来的 那么如果是纸的话 就不可能那么精细 所以呢 他分析的非常透彻 因为这个老师啊 马老师他是搞这个 这个服装的 这个服饰非常有研究 所以一看就看起来 好 接下来这个 马老师 你挑一个吧 真对不住皇上 看 啊 就穿皇马怪那个是吧 对对对 好 唐怀宇 感谢你今天的付出 你有什么话要留给你的队友吗 我已经看到了 我现在这一刻 就是我马上就不能说话了 不过 朕虽然不在了 朕的精神与你们在一起 看你翻过来吧就 好 好 谢谢 谢谢 现在柏林这边开局不力 不过下一题 大地权在您这边 自己要把握好 好吧 中国服金利服 本栏目是由金利服珠宝 独家赞助播出 接下来这一件可就贵了 进入今天的黄金大比价 本环节是由中国黄金品牌提供支持 今天呢 我们在这一轮为大家准备了 一公斤黄金 一公斤的黄金和这一轮的一件宝物相比 哪一件的价值更高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轮我们拿上来的是 清代 点萃 白宝欠 长命锁 王运婷 小姐你好 王运婷是北福的学生 对 您学什么专业的 我学服装表演 服装表演 就是走台步 是吧 对 这真厉害了 柯林老师 你吓得了这手吗 我就不懂为什么一到我们答题的事都换女的 然后呢 你整个美人计让我们心里很乱的 那王队长 你先是队长 他们都是你的高餐 王队长 你了解了黄金最近的价格走势吗 25万左右 你这还要老师在后边提醒你 吴老师是数学教数学的 不是 好 20多万 你给对方点建议 到底是他贵还是后边的锁贵 我觉得吧 应该是黄金贵吧 黄金贵 对 我觉得那个锁应该更贵 因为我们刚刚仔细地看了 那个锁的那个做工非常的细腻 非常漂亮 细腻 反正要是我们选择的话 或者是想收藏 我愿意要那个锁 也不要这一公斤黄金 对 我的看法跟邓老师差不多 我也觉得这个挂锁 觉得它不仅就是工艺精湛 而且上面还削了好多那个石头 石头特别好看 它那个选的应该是 就是它各种各样 颜色里边的纹路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它价值会更高 我觉得 那个柏林老师 反正我感觉呢 这么多的美女都说这个工艺好 我感觉呢 即使它可能也许 当时可能不值这么多钱 通过他们这么一说 我感觉它升值了 当下就升值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它的价格可能要超过 真的要超过黄金的价格那么一点点 柏林老师 我有个事啊 我一直 这是我个人想跟您说啊 他们一直把张永海留着 是干嘛的 是 我现在正琢磨这个问题呢 我反正没想到 我开始以为张永海是我们这个队伍里 最能干 最能讲的 能说善辩 对一切 像它的名字云海啊 原来 像五兆啊 现在也来是 您可以听一下 黄林先生的意见 黄林先生 黄林先生 咱们俩都是林字辈子 我觉得这个 厂上这个 应该是黄金 比那件挂索要贵一点 但是我觉得它那个羽毛 我感觉应该是 定义为那个软脆 应该说软脆的这个价值 应该是也是偏高的 你看我们这是循序渐进的啊 第一轮告诉你 什么叫硬脆软脆 这会儿就用得上了 就是古代延续下来的东西 它的价值一定是不可估量的 黄金在我来说就是 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 它的价值永远是可计算的 它都是 是可被衡量的一个标准 黄林老师 您想好了 如果这轮万一再答错 估计会让谁封嘴吗 肯定张永海闭不了嘴 好 黄林老师 其实上一题他们答对了 那道题相对来说 我感觉简单一点 对金属品 它那个造型 还有那个纸做的 它那个纸浆那种层次 容易 一看就能看 对 这个确实难度大一点 因为对这种 这种东西咱不了解 也有人说它价值连城 但是我看这个金字挺实贵的 给我们 你看我们那个最后说多少钱 那位大师咳嗽了 你说的他只咳嗽 是 所以说你说它咳嗽意味着什么呢 好 请文林老师做出判断 是金字之前 还是长命锁之前 我还是 选择金字吧 看一下他们的表情 看一下他们的表情 他们是由衷为我高兴的 还是心灾乐祸的 没有 六个人表情全部一样 地方前卫部长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 专家老师 张广文先生已经把正确答案 写在了卡片上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张广文先生宣布 这一轮黄金大比价 请张先生判断 价格更贵的是 张先生写了三个字 最后一个字是 贵 张先生说 长命锁 和黄金相比 黄金贵 黄金的是有市场实价的 我们随时都能查着 最近应该是270 270 张先生 为什么您会选择黄金贵呢 这间长命锁 现在应该值多少钱 这间长命锁 应该是一件 真正的首饰级别的 这样一件作品 那么这一件作品呢 是真财实料 真正的是个 这个欠的 叫白宝石吧 有各种各样的欠价 但是呢 价钱呢 不是特别贵重的宝石 不是高档的宝石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在工艺上面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啊 我们看到的一些清代的 一些欠宝石的 这样一些作品 那么如果说 我们看到有一些 这个当然在这种首饰上 如果有一些镶嵌 镶嵌上面有一些 磨成了那个 叫磨面 有了磨面了 那就更晚了 作为这种镶嵌来讲呢 有磨面的要晚于 这种弧面和这种 这种紫料的 这样一个镶嵌的 张老师 那么据您判断 它应该合理的价位在多少 它的价格 我看是不断 邓老师 邓老师 邓老师来做一个 我这个给价一般都低 这种价格 我觉得它过不去十万 这种东西啊 真正贵的 只有一种 造班处的 宫里的那个贵 上下民间做的都不太贵 这要是银的估计 是不是还能贵的 相信所有这些材料 等级都不高 要相信 好 谢谢 好的 那么根据规则 王韵婷 从现在开始 就不能说话了 同时 你指定一个人 来接替你当队长 我让我同学王莹来吧 哎呀 这个狠 女人对女人都特狠 我发现 欢迎同学 北京广场学院 依然是表演系的同学 王莹 柏林老师可以传高气了 传高气了 现在2比1 可以分黄金了吗 我们 黄金啊 这黄金我们得还给人家 还给人家 好了 今天我们前面三件 都跟翠鸟的羽毛有关系 是我国的一个传统的工艺 叫做点翠 那么接下来这件呢 跟它就没什么关系了 但是颜色很相近 接下来我们要请各位 来继续比比各自的眼力 景泰兰 中国传统手工艺代表之一 又名同胎掐丝发廊 是一种在金属表面用 进行豪华装饰的特殊的工艺品 景泰兰的制作 引入了中国传统的绘画 雕刻 镶嵌 以及冶金 玻璃熔炼等技术 堪称是其历史 文化 艺术和传统工艺 于一身之大成者 其制品特点 既有颂词的活泼 简短的复理 又古朴典雅 金碧辉煌 被国人视为民族特有的 艺术形式 被誉为国宝精粹 以列入国家非物种文化遗产 加以重点保护 由于景泰兰的制作工艺 繁复精细且周期长 技术难度大 生产成本高 所以这种珍贵的制品 在开始很长时期 是在宫廷中制作 供皇帝及皇室享用 年间很少流传 直到清朝后期 才作为商品 在市场上流通 好 这一轮的考演力的题目呢 是景泰兰 我们看到这件宝物 已经摆在台上了 背后是他的照片 景泰年制 这个是一个景泰款 虎诗文大碗 这个题目呢 是这样啊 今天这一轮的答题权是由咱们这边 服装学院这边啊 呃 由我们明星队负责忽悠 题目是这样的 请问景泰兰是什么时候发明创烧的 我们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 是在大明景泰年之前 第二个选项 是在大明景泰年之后 第三个选项 大明景泰年间 给点意见吧 他叫景泰兰 他到底是在景泰年 那会儿 发明创烧的 还是在他之前 还是在他之后 一般来说 都是应该在之前就应该有了 后来形成了这么一个落款 正式的说 我们家要出品了 什么什么东西 你就说这个东西 按说是应该在景泰年之前就有 到景泰年给他定了个名字 叫景泰兰 对 发生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恰当时的东西就应该印到 他这个景泰年制这一块 这说的好像也很有道理 景泰兰的话实际上是叫工艺 是同胎掐织法廊 这种工艺在元代就有 所以它是自主于后面叫景泰年建 是因为景泰年建制作的可能是做比较精细 成为它一个风尚吧 有不同意见吗 马老师认为呢 这个一定要听组织的话 组织是谁 吴老师 吴老师组织你们来的 对我是小队长 这个队里的 听队长的 怪不得 好了 那么王队长 做出你的判断 既然我们小队长都说了 然后 那肯定要选那个景泰年前 好 接下来我们请本栏目专家 张广文先生 告诉我们正确的答案 本栏目现场发送奖品 由真品质金叶珠宝和商务手表领先品牌雷诺表演提供 各位朋友 张广文先生在我的手考上写了一个字 这个字 这个字现场有一个队的朋友非常喜欢 另一个队也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 他写了一个 钱 好 恭喜王队长 果然 这个景泰兰是在景泰年之前 就被发明创烧了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张先生 请 这个景泰兰是中国传统工艺中的非常有特色的 而且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样一种工艺 这个它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那么产生的时间很早 在元代 刚才这个蓝队的那个这位先生说的 在元代已经呢出现了成熟的作品 叫《同胎卡斯法郎》 就元代已经出现了 元朝时候一直在工艺座 一直到明朝 初年 你比如宣德 都是在工艺座 外边没有 老百姓一下都见不着 没有 这是工艺专门的一种质品 外边老百姓见都见不着 见不着 就是土墨法之外之后 有几有些匠人流落到里面 开始在北京的逝世中 能见到这种家子瓦廊了 这个时候正好是景泰年间 所以后来北京人都管这叫景泰兰 这个名字就传言了 有这么一个说法 有这么一个说法 那么现在呢 我们能够看到的明代的 就代明代的款式的作品 比较多的 有四种 一个是宣德款的 第二呢 是景泰款的景泰兰 第三呢 是什么呢 是嘉禁款 就大明嘉禁年制的 第四呢 是大明万利年制的 这样呢 四种款式的景泰兰呢 明代的比较多 仔细攻篮 轩轩轩出彩 紫轩葡萄酒提示您收看 本期精彩的 服装学院代表队 越队点缀工艺可谓得心应手 3比1的比分充分说明了他们的实力 但是即将登场的后三组保护 全是景泰兰藏的 明星代表队罗列老师能否反败为胜 精彩人将继续 张老师讲这么多 对我们下一题特别有好处 真的 特别有好处 该你们挑人是吧 队长挑一个吧 一眼就看到张云海 张云海脸上往腰门一转 张云海对你们很有用其实 因为今天我也穿的红色衣服 然后那个王老师也穿的红色衣服 所以你们俩就相克 是吧 就他了 他当队长真爽 想让谁下地儿也下去 王林鑫 请您把扇子翻过来 今天您的任务完成都不错 过早地暴露了身份 被敌人暗杀了 现在我们还想杀 现在是3比1 不过下一题 由柏林老师您这边来打铁了 好 第五轮我们继续比眼力 现在刚刚我们听各位专家老师 介绍了发廊的很多知识 接下来两件 两组都是发廊器 其中一件属于刚才说过的 同胎掐丝发廊 另一件属于画发廊 这轮是由柏林带领的明星队这边 来做出选择 请告诉我们哪一件是同胎掐丝发廊 哪一件是画发廊 我们可以先听一下对方的意见 来 给点意见吧 吴老师 我觉得我们主持人拿我来当子弹的 这个题目其实特别简单 这个指定我们这个 现在是柏林老师选择吧 对 你肯定赢 我就这一会儿待一会儿 晚上就换我们马老师下来了 或者我们那个王队长再继续来 你刚才谁都提了 就是没提申老师 你跟申老师 你们俩有矛盾 申老师这个意见 对了 你都没提 就是说让申老师下来坐会儿 你说可能要换王队长 肯定换马老师 是吧 申老师我是惨事 我觉得从头到尾 跟您就不对付 真的 听一下申老师的意见 你要给对方一个什么样的意见 这个我觉得 如果说光看的话 既然这个题目出来了 应该不会就是 他会给你这种一目了然的这种答案 是吧 因为一看就是画 这东西 我觉得是不是带有一点 一定的这种疑惑性 对方考虑 我觉得 要不然也太简单了 对啊 下一波 曾孙老师可以当队长 突然就审核通过了 是吧 马老师给点意见 马老师每回给的意见都是错的 记得 前面每次都是错的 这个很明显 很明显 同胎嘛 掐死法了 你看这个碗 这个碗 白色的这个碗 上下都有铜 上下都有铜 这个肯定是铜胎的 掐死法郎 那个呢 几核的那种图案 应该是都拿尺子填上去画上去的 那个是甜色的 所以说这个是铜胎掐死法郎 左边这一看 那是铜的 右边是画的 画法郎 简单一点 这一题可不能复杂 一复杂可能就会出问题 我觉得也是最危险的结论 就是最安全的结论 就是一目了然的东西 也是考验我们的逆向思维吧 我觉得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我们一目了然的东西 应该就是最后的结论 相信直觉 是这一个吗 对 好了 我这个题目出的很有迷惑性 真的我特别得意 一件叫同胎掐死法郎 一件叫画法郎 柏林老师 这道题很关键 如果您答错了 今天的胜负就提前绝出来了 对方以四比一 就是已经拿到了最后的胜利 如果您答对了 还有机会 说实话 我现在真是有点晕了 真晕了 你说按他们这个解释 一个铜的 什么一个画的 那傻子都能看着这是铜的 是吧 但是这个问题不能这么简单吧 你现在拿不定主意了 对 他明明是男的 怎么怀疑的是女的呢 是吧 你现在注意 他就是男的 你怎么非得问 他是男的女的呢 就是啊 他问这种问题 真是太荒谬了 是吧 那么 你再说一遍主题 问题 你再说一遍问题 再说一遍问题 对 好 题目是 请问哪个是画法郎 哪个是同胎掐死法郎 同胎掐死法郎 同胎 你有这个同胎是吧 那就这个是同胎了 那个也是同胎 那个也是同胎 给玻璃老师男的呀 张老师 张老师 作为泥塑方面的行家 请张老师给他点建议 哪个是同胎掐死法郎 我是做泥塑的 所以这个我是外行 所以给您一个外行的建议 所以外行来看 我觉得可能那个 应该是铜的加四的 它铜比较厚 这个应该是画的 但这是外行的建议 这是一个 他说是外行建议 您现在可以选择了 那是画法郎 那我们就选这个吧 你确定吗 确定 确定了 怎么感觉您心脏不太舒服 好 这个是 王静之先生 看见刚才 王先生的表情动作了吗 王静之先生 刚才指了一下这个 表示了叹息 他那意思 这还有说吗 这一看就画的 王先生写的是 左 左 后边写了三个字 左 画法郎 恭喜你 感谢编导组 把这么一个 不太复杂的题 给我们出来了 让我们这个有点 这题我们 我们绝对出的好 为什么出的好呢 我们请王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这题怎么让它这么难啊 我都没明白 这个我现在 刚才几位在那讲的时候 我老子老在想 为什么很多骗子能够得逞 而且呢 有很多高智商的人特别容易被骗 实际上这个很简单 我们说画法郎 就是用毛笔站着法郎彩画上去的 非常简单 但是人家会说 这到底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 弄得大家就搞糊涂了 明明一个男孩 所以大家后来想 不会这么简单吧 那就猜错了 所以这一点 希望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收藏上当中也一点 绝对的不能够 给自己想的太复杂 这个呢 是画在同期上 这就叫同台法郎 好 谢谢 谢谢 吴老师 我不是故意的 请吴老师把上纸翻过来 并且再指定一位队长 我要感谢您 要不然我们申老师还真不愿意下来当队长 来 有请申队长 来 我们还有最后两道题 理论上呢 当然还有机会 只要对方答对 接下来这个题呢 他们就赢了 就赢了 我觉得 柏林老师 今天我觉得咱们至少有一个追求 就是不要乘光杆司令 对 最害怕这种事 知道吧 我怎么就把那个潜伏的队伍里留下 好 接下来这题 我们猜价格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轮用来出题的两件宝物 非常了不起 两件的名字不太一样 在我旁边这一件叫 高子莲天球瓶 天球瓶 名字很有启示 这一对是掐丝发廊花菇 题目是这样的 请问 左右两件宝物 哪一件的市场价格更高 给点意见吧 三位 这还要问吗 肯定大的贵 它得多少料才能做这么大 我都费料 柏林老师 我倒不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右边的这个可能要贵得多 收藏节目肯定是收藏比较老的 别像它小 个子小 但是它都是精华 看着旧 对啊 这黄金能和棉花在一起比吗 在这它又是两个 所以它的价格远远高 我左边这个 是你看它得费多大劲才能做成这个 还有刚才专家也说了 不要把那个就是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不要觉得它好像犯着贼光啊什么的 一定它就是价值没有那个高 我们还是延续这个精华 对 就像那个打麻将一样的 对 就像打麻将一样的 独立的就是你的心态 看一看你的心态 还是不是上一场这种心态 往往有的人跟着上面 可能就是左边这个 他认为就这样 简单嘛 结果错了 我觉得那个大的贵 因为那个 为什么呢 因为这么大的景泰兰 已经很难得了 虽然是个新东西 肯定是个新东西 但是 这市场价也得上万嘛 好 盛队长 决定历史命运的时刻到了 请做出你的选择 哪一件更贵 我 我还是选这边那个 这个更贵 你确定吗 我确定 好 看一下他们三个人的表情 估计我们出局了 队长有点失落 反白为战 失落 他特别想让你选那个 真的 但是张云海在后边 反白为战 你说谁反白为战 我们 我们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请市场专家 邓丁三先生 在我的手卡上 选出价格较贵的那一件 好了 各位朋友 第六题 答案如下 根据本栏目市场专家 邓丁三先生判断 两件 宝物之重 目前市场价格更高的是 天球品 谢谢孙队长 请你换一个人下来 打成了三比三 那么又换王队长 又换王队长 这邓老师 马老师都不愿意再下来 真心可见 真诚是吧 你们都愿意让学生冲前面 三比三 很好的一个结局 这样我们第七题 不会浪费了 果林老师 心情感觉怎么样 心情很复杂 其实我以为我们大势已去了 血压降下来了 其实这道题出的 真的很高 对这些藏品人 喜欢收藏的 你看一般像我这种人 一看这个家增亮的 那个玩的就深了 你看那感觉 那绝对离我们很久远 那种颜色和那种形状 那就这就深了 你要说它离咱们最近 您知道它是什么朝代的吗 这个 那就不好算了 那我告诉你啊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那份 那都不止 这是清中期 清中期 清中期 反正就清朝的吧 这是当代的 为什么它的价格更高 我也没明白 请叫邓丁三先生 请 这个 景泰兰过去在宫里 是很尊贵的东西 民间的 从清中期 甚至于有了 明朝的景泰兰 卖不过当代的 是因为当代的 宫 廖 大师 这些名头 都锁定了 它的价值是能算出来的 这样一个天秋瓶 现在的市值 大概在二十万左右 这样一对 才几万块钱 谢谢邓老师 这个我们就明白了 不是所有东西都是 越老越值钱 是吧 好 最后一题 我们要决出 今天最终的胜负 这道题目呢 可以事先告诉大家 这一件 当代的 当代景泰兰 如一尊 面前放了一公斤黄金 这一件是清代的 清代景泰兰 贸价一对 一公斤黄金 本环节是由 中国黄金品牌提供支持 我们在正式答题之前 考一下两位队长 不许问身后的队员 你们直觉觉得 哪一件的价格 超过了一公斤黄金 我觉得 小的 浓缩还是精华 小的之前 所以这个会超过一公斤 对 那个不值这钱 是吧 柏林老师 您认为呢 那么我现在直觉感觉的 这个当代的 应该更高一些 是吗 好 邓先生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两件哪个能超过 一公斤黄金 这两件东西 都能超过一公斤 都超过 好了 这是一公斤黄金 加上这一件 这是两公斤黄金 我想告诉各位的是 在最后一轮 两件宝物之中 有一件 它的价格 达到了 三公斤黄金以上 是哪一件呢 这一轮的答题权在 柏林老师这边 请给出建议 刚才柏林老师也说了 是红色的那个 我还是觉得红色的大嘛 要不你就跟着 你的自己的心走吧 就是红的那个 那意思是 柏林老师 说对了 您跟着自己的心走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量的 您抖点心吧 邓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好像也是大的那件 他体量在那呢 对对对 明显这话很不负责任 他们这边有一个专说法话 我知道 马老师 马老师说 马老师说一下 现在很难办 很难办 但是我的直觉是 这个官帽的这个价 这个帽价可能会更超过 这个三公斤的黄金 一腿定音 我觉得柏林老师呢 是一嘴定音 还是由柏林老师定夺 关键时刻不担责任 你看一到最关键时刻 他跟我玩这事 这对没错 这就是你的得力 真是找来的这是 我的意思就是 这是你最初的那种 心理感觉很重要 你这一下过 整的当时初恋的感觉了 对初恋的感觉 这是俩姑娘 你愿意哪个 你不能问那个疯嘴的 是 真的真的 没法判断 来给您最后五秒 您应该再说是绿的是吧 五 四 三 二 一 告诉我您的选择是 绿的 好 帽价 我们直接听一下 邓丁三先生的结论 邓丁先生请 这一对帽价 我记得在五六年前的拍卖会上 当时的落锤价就超过一百二十万了 新的东西啊 不会到这个价格 这个东西确实是 清代的一个品级很高的 王公这一级的 这个大的官吏用的 贵族 首先是贵族 到真比拼价格的时候 比拼的是文化 他一定是冤冤流藏的 就是这种东西 好 好的 那么 恭喜柏林先生 你获得了今天的大奖 今天的大奖 是由倪仁章传人张宇先生 制作的 价值两万元的 寿星雕塑一件 有请 柏林先生上台领奖 请张先生 张宇大师为他颁奖 谢谢 谢谢 谢谢张先生 我把这个老寿星 一顿放在我们家最显赫的地方 好 来 请领奖 好 谢谢张先生 为我们制作奖品 好 恭喜您 好 谢谢 好 好 请回到座位 今天呢 这个柏林先生获得的奖品 是倪仁章 那么柏林先生身后的五位 这个高参团 你们获得的奖品 是五克足金金牌 和两克足银银牌 每人一组 恭喜你们 本栏目现场发送奖品 由真品至金叶珠宝 和商务球表领先品牌 雷诺表演成功 今天的安慰奖 送给北京服装学院的 各位老师和同学 你们获得的是 名牌手表 每人一块 在这儿感谢 今天坐在现场的 四位专家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谢谢张宇 感谢各位收看 本场的一锤定音 周周都精彩 下周再见